小户型的装修宝典 储物储物还是储物 一定要把储物空间做到足够 因为本来你的面积就小 你在没地儿放东西 这家就乱得不行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装修呢 就是很励志也很贴心 女儿送给妈妈的礼物 从这个作品里面 我去感受到那种春风话语般的温暖感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好作品 设计师非常有责任感 他把这个朴素的智慧表达得非常好 能把香港的工屋装修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 那接下来进入另外一个小户型 北京的设计师肖逸峰的一件作品 现代都市寸土寸金 一套不到60米的小户型 能在设计上有怎样的巧心思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设计师肖逸峰的秘密基地吧 大家好 我是设计师肖逸峰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秘密基地 设计师肖逸峰 中国装饰协会会员 中国艺术研究会会员 这是一个56平米的小户型 虽然空间不大 但是我把更多的功能 整合到这个空间里来了 这个空间里面有 卫生间 厨房 餐厅 卧室 试听间 当然还有一个 可以容纳很多客人的一个会合厅 真正做到了麻雀催小 五脏俱全 虽然空间面积不大 但是经过肖逸峰的精心设计 致及美观与实用一亿深 这是门厅区域 我付与它更多的是储物功能 这里面能换鞋 能换衣 还能放下冰箱 上面还有吊柜 这是为了放一些被子跟生活用品 就连我的平坑车都有它自己的位置 小户型里储物空间的设计是最为关键的 肖逸峰把衣柜 鞋柜及储物柜设计在了门厅 这样不仅仅能保证储物空间足够大 更能保证其他区域的整体性及美观性 这是空间里的卫生间的区域 为了让这个空间更通透 我踩到两个独立的玻璃门 一边是坐便 一边是领域房 当然这么做肯定会牺牲它的私密性 所以我加了一道帘子 只要这帘子拉起来的时候呢 卫生间是基本上看不见的 当帘子拉开的时候呢 这个过道可以作为厨房的一个区域使用 这样的话呢 做到了一个过道两边使用 一个过道两边使用 简单的布帘却在空间中起到了不简单的作用 拉上能保证卫生间的私密性 拉开又能让空间变得宽敞 这是会客区 虽然它的面积不大 但是它的功能却很强大 不光是可以会客 可以作为视听间来使用 当会客区来使用的时候呢 我这边可以做很多的客人 这个沙发也是个功能沙发 首先它是可以展开 可以供朋友躺下聊天很舒适 另外呢 还有这边的地台 这边地台呢 也可以做很多的人 如果说客人再多的情况下 我这边还有两个蹲 拉出来 又是小大法 你们现在看是没有插紧的 如果说需要有插紧的功能 这两个蹲子放到一起就变成插紧的 当然我们这边还有更多有意思的地方 这是个小推车 平常可以把需要的东西放到小推车上面 不放到中间 这样的话你不会妨碍空间的大小 维和式的会客区域 大大提高了整个空间的利用率 坐堆和小推车的运用 巧妙地让空间多变而实用 这客厅呢 刚刚说 还有一个视听间的功能 那么就是我在这个小小的客厅里面 装了一个投影仪 这个设计手法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在这里面做了一个隔板 把投影仪倒挂在下雨 上面我用一层花把它挡起来 平常别人看也不会留意到那边有一个射凳 那么这个空间其实有个大概四米左右 其实放投影仪也是刚好 投影仪我安穿在这个吊顶里面 平常也看不出来 当你需要看的时候 一个按钮就下来 过去的设计也是别具一格的 首先它的潮墙跟一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都会把窗头朝这个墙上来放 但是我的设计是把床头呢 放在客厅跟卧室之间这个矮墙上面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床向是面对我们这个户外风景 其次呢就是这个床头的整体设计 这个床头整体设计是跟客厅这边这个地柜 是一体化的 它不光是一个床头那么紧的 它还是客厅跟卧室之间一个有效的一个隔断 当然这边的地台呢是作为卧室床的一部分 在这边看是客厅的地柜 可以坐人可以在上面聊天 这边就是我们的卧室的床 很好地把它们结合到一起 那么兼顾了很多功能 首先满足了床 还满足了这边客厅的沙发 还满足了一个厨物 在这个小空间里面呢 我运用了大量暖气的木色 这种木色呢给人感觉会是自然清新温暖的感觉 再加上配合一部分的咖啡色跟灰紫色 可以使这空间感觉更加的危险 不同材质不同色彩的运用 巧妙地区分了空间里的不同区域 厨房卫生间是易于打理的白色食材 惠客区域是灰紫色壁纸 虽然材质不同 但却并不显得杂乱 反而让空间层次分明 在小屋形的灯光设计是更为讲究 不要像以前一样 只挂一个主灯挂一个吊灯 我在这个空间里面 在每个功能区域我都安放了射灯 这种射灯会给这环境里面 带来更有层次的导致 当一个环境当中 有深有巧的光源变化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近身有很大的变化 当然还要设计一些氛围的东西 比如说灯带 闭灯 这些都可以给环境带来更好的情调 家具的合理摆放 灯光的明暗变化 颜色的巧妙搭配 谁说小户行李没有精彩呢